炸蘑菇好多人都爱吃 但是你知道怎么炸才会又酥又脆吗 首先我们把市场买的鲜蘑用水洗一下 不要洗的时间过长 把水分甩一甩 再撕成小块 然后加一小勁盐 搅拌均匀 腌10分钟 这个时间咱们调个糊 碗中加一勺 两勺 三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一勺半的低筋面粉 加一小勺盐 把糊拌均匀 然后加一勺 两勺 三勺 四勺啤酒 给它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行 再加入半勺豆油 再次搅拌均匀 糊的表面看不到油就行了 蘑菇也腌好了 咱们把蘑菇的水分挤一下 这样就可以炸了 油温烧到五成热 就是用小葱 茶里直冒泡了 咱们把蘑菇蘸上糊 分开下锅炸 炸到外表微微发黄 定型了 捞出来 等油温升高 再复炸一次 外表金黄酥脆 捞出来 空下油 撒上椒盐 或者麻辣鲜 翻拌均匀 听听这声 蘑菇你就像我这样炸 又酥又脆 学会了 记得给老弟来个双鸡 感谢支持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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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